好了 主播各位观众 台北市新区的松山路 今天下午两点左右 是发生一起车祸意外 有辆轿车疑似为了闪避违规 左转的机车骑士 就把油门当成了刹车踩 肇事驾驶当下是一度当心 撞击到了停在路旁的瓦斯车 因此决定将整辆车开进旗容内 直接冲进了一旁的肉铺店内 我们来看一下民众拍下的现场画面 而先试试画面其实也可以看到 肉铺店的店员身手是很矫健的 一发现是有不对劲 是马上冲进的店内 才没有在第一时间被造车给撞伤 不过强大的撞击力道 也让店里的摊车 还有桌椅等等的都受到了波及 甚至是用餐的顾客也吓了好大一跳 那么警方到场之后 造车的诚信驾驶说 坐在副驾驶座的妻子 因为被爆开的安全气囊撞到 所以眼睛有点些微的不适 先前往医院做简单的治疗 另外除了店家受损之外 路旁的停车阁 还有5到6辆的机车也受到了波及 这下的赔偿责任 恐怕也都落在了驾驶一个人身上 以上是因为你找到的最近情况 把闲镜头转给棚内